你今天也帶了一個特別的紀念品回來 是 那這個紀念品是 是那個 南極的空氣瓶 這次讓我比較大的衝擊是 我以前能夠掌握所有的狀況 那其實這次的話 加上在氣候還有我們在計算我們這個行動的變化之下 在計畫上直接從高原地區登陸 所以一開始登陸之後 其實大家的負荷壓力其實都很大 那加上空氣其實也很吸薄 所以在整個強烈的衝擊之下 其實 連我自己士氣都被影響到 可是在過去在後面幾天開始大家不斷的調整 那不斷的去學習 之後在這次其實讓我感觸比較多的是 一個人其實沒有辦法跑很遠 一個人也許可以跑很快 但是一群人才有辦法跑得很長久 所以這次讓我學到是在這次的活動中 要和大家一起共進退 然後在活動 在整個冒險上 那你要如何去秉施一個 初衷一個道地的一個景深 是不能夠被任何外界的環境或是情緒所影響到的 其實這次也是我在冒險中學習最大的一個過程 那聽說你今天也帶了一個特別的紀念品回來 是 那這個紀念品是 是那個 南極的空氣瓶 應該加壓槍有壓得很好 對 這個沒辦法輕易打開 是 所以要保存 就是一直保存下去 對 它飛了大概一萬八千公里過來 非常珍貴空氣瓶 那待會就是好好的保存下來 我們再看一看 最快的 快的 快的 快的